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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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你的賤人呢? 這頭入門,那頭就紅杏出場 蓮霜春… 救命呀… 現在已經死了 救命呀 怎麼辦? 要怎麼辦? 他竟然謀殺親父,我們要去生命 我看這十年來,她又要照顧頭家 又要照顧喜相恒,還要照顧若嵐 當她是親生女兒一樣 跟她扎邊,餵她吃飯,餵她睡 還有,誰知道老夫人 最慘就是每逢十萬月圓那晚 大少奶還要發瘋,殺她一次 十年這樣,真是比罪我嗎?人都瘋了 怎麼搞成這樣? 我什麼時候都說娘睡邊 是睡得睡覺時最漂亮的 我失了一億十年 這十年來,蓮霜春真的做了我娘? 要吃藥的,乖了 好 沒理由 淫婦勾引姦夫,害死趙昇 擺明就是個壞人 他為什麼對我好? 若嵐,你醒了? 對了,過來吃粥吧 你昨晚到現在都沒吃過東西了 娘煮了人心粥給你 你吃點暖胃,來,坐下 行,來 我不想吃東西 若嵐,怎麼又發脾氣呢? 你是不喜歡吃人心粥 還是覺得人心有苦味? 我拿點山楂餅給你送粥好不好? 你呀,是女孩子人家 不要動就這麼粗魯才行 知道嗎? 你剛才好被粥錄親 來,你給我看看 來,那隻呢 你的淫婦在這裡假裝好人 也不知道有什麼企圖 好呀,你這麼喜歡演戲 我就奉陪到底 我繼續傻下去 找個機會撕開你的假面具 你幹嘛眼光光? 你是不是覺得還有哪裡不舒服 你告訴娘 娘,我很害怕 傻的,怕什麼?不用怕 我很害怕,我怕那些壞人欺負我 放心,有娘在嘛 你那個壞鬼大師兄不敢再欺負你了 不用怕,知道嗎? 娘,你真好,你很疼藍藍 傻的,你乖,娘一定會疼你 娘,你真好 我不相信你的淫婦是個好人 我一定要查出那個奸夫究竟是什麼人 揭發你的罪行 美女小老婆,早安 早安,靖哥 我今天留了一條玩魚王給你 來… 你跟那個賣魚星談得這麼豐鬆 簡直水性楊花 賣魚星不是就那個奸夫是嗎? 不是,很乖 對…做得好 賣魚星這麼悔爽 連雙春的眼光不會那麼差吧? 嵐嵐小妹妹 你今天穿得這麼漂亮去哪裡? 去拍拖嗎? 別走,你叫我叫叔叔 我帶你去吃白牙糖 來吧 叔叔 乖…我帶你去吃白牙糖 我很好吃 你喜歡吃白牙糖嗎? 薄仔糕,果頭,來… 撞死你,賣魚星 不用怕,娘在這裡 美女時老婆玩了 這樣也不能玩 你聽清楚 第一,我不覺得你和若嵐在這裡玩 第二,很明顯也看到若嵐不想跟你玩 第三,我現在正式聲明 老闆娘就是老闆娘 你不要經常在前面加美女兩個字 很容易,我跟你說清楚 如果你再讓我看到 你和若嵐這樣玩的話 那些魚你不用餘我了 留下你自己吃光了 走吧,若嵐 你不用怕 有娘在這裡,沒人可以欺負你 來,翹上我 阿四,算了,你回來了 怎麼了? 我們不夠雞湯 是嗎?怎麼會? 昨天雞蛋泉才送兩籠雞過來 明天下午有三圍英雄宴 晚上張老爺有六圍壽宴 雞都夠用了 最好長老闆,待會要來吃鹽水雞鑽彎 沒有雞鑽彎,那雞怎麼能上大桌? 不用這麼緊張 叔,現在去街市找雞蛋泉 多拿十隻雞回來 現在時間上早,我們還趕得及 去… 去… 玉嵐,娘現在很忙,陪你無法 你回家吧 娘,你這麼多事要做 我還是去留下幫你 好,你拿一塊布 好, 替我抹抹抹抹抹抹抹 起伯, 不如這樣 你現在進去幫九妹煮雞 要不然晚點人多, 手不成勢 起伯, 你幹嘛手抹抹抹? 沒有, 今天張老闆的菜裡面 有味道騷炸狗鑽大腸 我剛才就捅大腸 捅了一整個小時, 總之手都軟了 這樣吧, 不要拖雞了 不然待會連手也拖了你 你去幫忙洗菜 好… 媽媽 連雙春對喜伯這麼好 難道我姦夫是他? 不過喜伯老到我好像做了一件事 女人誤會吧? 雙春, 你回來了? 是 我聽禎哥說, 佳麗珍羅鎮獎 又多訂幾碗酒了 多得她這麼少 有, 你行不行嗎? 看來我們真的要請多點人收才行 不如這樣, 街市七叔他做事不錯 七叔放街邊剪牛閘而已 你覺得他行不行嗎? 那算了, 我勉強也搞定 辛苦你了, 九妹 他們兩個好像心有靈犀 難道九妹就是那個姦夫? 好, 但是九妹這麼老, 她兩個像金蘭姊妹 多個像姦夫淫婦 細嫂… 早安 三叔、四叔, 不早了, 怎麼這麼坐蕩 聽人家說, 喜相逢最近 接了很多酒席 紅白義士也有 我忙得把腳踢了 托賴而已 我們吉慶樓就慘了 被你害怕烏鷹, 你們很厲害 只是街坊給面子 我們是同一個太公 一場叔叔, 喜相符有多少人手 一眼見晒 突然接這麼多酒席 把手不成小 對, 二話不說 你要幫忙說話, 為義不用辭 三叔、四叔, 你們都說得對 大家都姓關, 有錢齊齊賺, 是吧 這樣, 我下午有幾位英雄宴 交給你們吉慶樓去做 英雄宴? 英雄宴就是英雄宴 細嫂, 你真好, 這麼關照 我回去吉慶樓準備一下 好… 感謝… 好… 麻辣… 大姑, 你還感謝她? 解廢走, 這樣也要 拉我, 我等她跟她說 停 根本是虧張, 還要忍一忍 前一點就整場白龍鳳去探 你真是 來, 來, 來 淫婦身邊那麼多男人在這裡 騰騰穿 究竟誰才是姦夫呢? 楠楠 你沒事就好了 我還想去關家探望你 你沒事就放心了 你怎麼這麼像? 楠楠, 你真的不介意我有兩個兒子嗎? 如果你嫁給我 以後人們就會叫你做後嫲娜 大師兄, 你放心吧 雖然永禎和永玲都不是我親生 但是我以後會對他們好 大師兄, 你不可以死 我可以, 你也會死的 楠楠 永禎和永玲就交給你 你放心吧, 我會照顧他們的 二師兄, 你怎麼會把兩兄弟逃走 當時官員捉亂黨, 又開槍又行 他們一怕就走失了 我只有一個人而已 怎麼照顧他們兩個呢? 我已經發麻去找, 也找不到 大師兄臨死之前 交到他們兩兄弟給我照顧 萬一有什麼意外 你叫我怎麼對得起他呢? 楠楠, 你別這樣 大師兄在天之利, 一定會保佑他們兩個兒子 我們一定可以找回他們 什麼樣子呢? 成果有餅一樣 什麼餅?那個小餅? 你是永禎 我不是永禎, 我是誰 結果…你一直都叫我當大師兄 你從來沒叫我當永禎 是不是上次殺頭時 刺激你記起以前的事呢? 四哥,你過來… 你又鬧著不斷罵吧? 你不要就是罵,不是又罵 你現在罵娘罵上癮嗎? 娘,你不要… 你不要過去,不要貼過去 娘知道怎麼做的了 你當我求求你玻璃大好嗎? 你不要弄罵做鬼欺負她 雙春姐,你看看她的款式 我連殺頭的一招也用了 她也記不回以前的事 我看她這輩子也記不回以前的事 沒得益的事,我絕對不會再做的 你放心吧,雙春姐 是呀,那就好了 以後大家相安無事 好 好 趙昇,眨眼睛這麼快十年了 這十年來,我還沒好好地來拜祭過你 對不起,幸好你在天節靈保佑 我終於醒得回來了 但是我暫時不可以跟婆婆相約 因為蓮雙春這個淫婦還在關家 在你過世那一晚 我親眼看見對姦夫淫婦在這裡 為了查出誰是姦夫 我要繼續裝傻作夢 有件事我真的不太明白 蓮雙春當年被迫嫁入關家 蓮雙春當年被迫嫁入門那一晚 就紅杏出場 還害死你了,擺明就是淫婦 但是這十年來 他不但沒有離開關家 他還一個人撐起整頭家和喜相符 最奇怪的是身邊所有的人 都稱讚他是一個好媳婦 是一個好的老闆娘 而且是一個很好的老闆娘 到底他這麼做是為了什麼呢 是不是另有陰謀呢 不管怎麼樣 連雙春有引姦夫還殺死了你 這是事實 我多辛苦都好 我都要找出姦夫是誰 你向你有個交代 有件事值得欣慰的 我見到永禎了 她已經長大時了 生得跟大師兄一模一樣 照星,希望你在天有靈 保佑我能早日找回永玲 讓他們兄弟倆可以團聚 九妹,我今天要考你一個 相當重要的入廚基本功 你就用這些材料 炒個桂花蝦仁給我看 知道 師傅,你嘗嘗吧 色香也不錯,讓我嘗嘗味 我先嘗嘗味 挺好吃 真的? 你的調味和蝦配合挺有層次 謝謝師傅 九妹,你再煮多一碟桂花蝦仁給我看 煮多一碟? 煮多一碟也是桂花蝦仁 是呀 我們五碟桂花蝦仁究竟出現什麼問題 九妹,沒問題了,炒得挺好吃的 難道我師傅吃得皺眉頭 你師傅會嫌你的蝦太疼嗎? 當然不會,這些蝦全都是我師傅自己準備的 要不嫌你,放涼了才讓牠吃 當然不會,我每一碟桂花蝦仁 都是熱騰騰騰的 我忘記了,我炒第一碟的時候 師傅還稱讚我炒得不錯 炒到第二碟,師傅就開始皺眉了 師傅說要我找出問題才回去見牠 松春,你覺得是什麼問題? 這五碟的桂花蝦仁 都是你一手一腳炒出來的 但你有沒有發覺 這五碟的味道,牠們也有一點不同 有這種事嗎? 如果大家都不相信的話 我們留心一點,試清楚一下 對,這碟吃起來肯定是淡了一點 這碟就淡了一點 這碟比較濃了一點 為什麼我吃不出? 九妹,這裡有五碗湯 你試試比較一下,第一和第二碗吧 沒什麼不同 那你現在再試一下第三和第二碗吧 差不多 那你試第四和第三碗吧 我分不出什麼 那你再試第四和第五碗吧 雙春,你到底想我試什麼? 你別這麼急 你現在再幫我試第五碗和第一碗 它的分別在哪裡? 我 為什麼會這樣? 第五碗很明顯鹹的第一碗很多 為什麼我這樣也喝不出? 沒錯,問題就在這裡了 這五碗湯我分別依次序 加多一點鹽進去 但是你初初試的時候 完全無法嘗試它們有什麼分別 到最後你試到第一和第五碗的時候 就能嘗試它們的分別在哪裡 就是說,九妹的味覺 味覺只能分別到一些差異比較明顯的味道 而差異比較細微的味道 你分別不到 難怪師傅,越吃越皺眉了 糟了,如果味覺真的出現問題的話 那我就不可能做一個成功的廚師 那我就知道了 行了…你收拾一條離開,伸手出來 看來墨像有點奇怪 你是不是想說我陰情陽衰 陰陽失調,陽氣不足? 九妹,你對自己的墨像挺了解的 九妹,為什麼那個味覺會有問題呢? 經過我望聞聞切之後 發覺它的味覺失調 原因似乎是在於陰陽失調 氣血凝重,經脈不通 血氣滯於丹田,無法游走全身 就是說血去不了舌頭 難怪它的味覺會出現問題 醫師,到底它吃藥 爸爸一定是針灸才對 只怕吃藥和針灸也未必有用 你的正結就在乎內心 正所謂心病還需心若醫 你想令味覺恢復正常的話 當然就盡快找個女人成親 只要陰陽跳過,就什麼都解決了 你怎麼這麼早就跟著人家 這條河是公家的,我不能來擲石 人擲石,你也擲石,搏什麼? 現在朋友有事 我關心朋友也很正常 關心?我說你八卦就真的 那千萬不要這麼說 不只只有你關心九妹 你不知道了 九妹之所以弄成這樣 我懷疑根本就是我們害了她 為什麼? 九妹自小就跟我們一起生活了 雖然說有瓦遮頭 但由於時局不穩 很多時候我們都顧得這頓 顧不了下一頓 這些日子我也熬過 但是馬請就下地走,有什麼大不了? 你記得九妹怎麼說的? 因為她覺得我們收留她 對她來說是大恩大德 她一直都很想報答我們 對,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她平時把好東西讓給我們吃 自己吃了一些菜頭、菜尾 有時候甚至是一些變壞了的菜菜 最後就弄到現在這樣,舌頭遲鈍了 只是了,當然吃得太多 弄到美國都麻木了 所以無論如何 會一定要想辦法治好她這個毛病 有句說話叫做人逢喜事精神爽 只要一個人生活得開心 比起吃更多的靈丹妙藥更為有效 首先我們要令九妹有這個愛情滋潤 陰陽調和 自然就什麼都通了 誰不知道阿娘是女人嗎? 九妹她是什麼的 怎麼可以陰陽調和呢? 九妹對你這麼多年 你沒理由一點感覺都沒有 什麼感覺? 九妹一直暗戀你 你胡說什麼? 拜託你不要自己騙自己 你對她這麼多年 她怎麼對你,你不知道嗎? 九妹什麼身世?她怎麼會暗戀我? 真可笑 太家不能暗戀人 太家不是人嗎? 人非草木誰屬無情 你們相處了二十年這麼久 日久生情很出奇嗎? 查實雙春你搜寡了這麼多年 現在難得有這麼好的機會 你就不要放過了 九妹雖然有點缺陷 但是人品好也不失為一個好男人 是呀,九妹很好 你不去嘗試跟她調和一下 我只是為了你們好而已 你為我們好?你是我誰? 你憑什麼把我撿給九妹? 灰屍聽說 我是你誰,憑什麼把你撿給九妹? 那你又是我誰? 你憑什麼起我飛腳? 二嬌,你酒精好弄的 不用說 緣魚,你可否再游下單車口先? 是,再也再游下我,何時輪到你 不用爭,我兩個都坐 好… 走開… 哥哥,你說你這款最新的單車 全佼佼鎮得你一個人? 你這個臭小子 你幹嘛替我買同一款單車? 真好笑,你憑什麼說我學你? 我跟你說,你有關節炎好心 那你就不要駕單車了 你這個臭小子… 我可以說我不想,你這款單車好看 我看你這款單車好看 我看你這款單車好看 你這個臭小子 是嗎?我看你這款單車好看 你這款單車好看 我看你這款單車好看 這輛車不是拿來光看的 有沒有本事跟我們鬥一會兒? 如果你有本事贏得我們 我稱讚你真好 好,你想怎麼鬥? 我們就圍著佼佼鎮踩一個圈 最快回來的那位就贏了 輸了那兩個就要蹲下扮狗叫 還要從街頭跑到街尾 好,反正你們兩個說話都口疼 扮狗肺應該適合你們 是呀 那你在這裡看好戲吧? 加油吧 加油… 小少爺,你一定要贏 臭小女的手指吐出不吐入 人家將來也要出駕重複 人家只不過行了一局 小少爺,加油 我看待會兒天扮狗叫 準備,一二三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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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料治力 好,我們最後弓,找機會夾下它 好 來 你真沒用,讓我來 不要打擾你又踩我,慢慢踩 真沒用 你們兩個很精彩,你飛得很遠 你們倆,吃小鎮西瓜,用不著吃 我被你們擊成 不要打擾你 聖天,你不是真的要他們兩個 由街頭爬到街尾嗎? 街頭爬到街尾?我哪有這麼多時間 你們兩個隨便蹲下假裝狗仔叫兩聲 當歡迎我就行了 你是我誰? 你憑什麼把我撿給九妹 我都免得跟你說 你說鐵醉雞想暗示什麼呢? 我是他誰? 難道他想告訴我 要我是他誰? 你的鐵醉雞 你都十月芥菜氣心頂 你也太好了 看什麼? 怎麼看著鷹鷹嘴笑? 我沒看著你,我也沒有鷹鷹嘴笑 只是這一刻裡 我這個嘴角有一點抽筋而已 古古 應該要配美人 開心我就歌唱 鷹笑 靖哥 定情信物? 是呀,香不香? 香得不得了 是要打蛇脫棍相的 當然了,還用你說的 我已經買好了兩張 今晚阮明玉最新影畫戲的戲票 實行跟她來一個二人世界 讓我考考你 是,譬如說第一次約女生去街上 用什麼方法去約她是最好的呢? 我知道了 你當然想約你一個夢中情人去街上 但是不知道怎麼開口 任少爺,你真是聰明 真是聰明也沒用 一向都是你教我 你無緣無故問回我 怎麼教你呢?你真是無厘頭 不過這樣,我覺得 任何的女人都敵不過浪漫兩個字 所以你只要約她吃一頓 足夠晚餐 又或者看愛情影畫戲 這樣就可以了 是呀,那愛情影畫戲 最重要是玩家的飯 你們兩個不用做嗎?說什麼? 任老闆 勝天 爸爸 今晚你要陪我去見客 你快點準備一些心容 你買什麼布教探給我? 爸爸,其實是這樣的 我今天約了一些朋友看影畫戲 戲票我也買了 凡事都有輕重之分 你看影畫戲而已 好,明晚看可以嗎? 是呀,勝天,最重要 我現在跟曼婢出去 一會兒會回來的 爸爸 好嗎? 好嗎? 這張戲票便會贏你 你應該用這兩張戲票 去約你一個問中情人看影畫戲 就行了 謝謝你,任少爺 別這麼說了,大家一場兄弟 我應該為人為到底 借車子連司機加保錶給你 真的很感謝你 是呀,敬起一路接一路 怎麼這麼大力打個算盤 想打爛他嗎? 招呼不到,隨便坐 好嗎? 怎麼這麼生愛呢? 我不是來吃東西的,我來找你的 如果你想再說今天早上的事 就趕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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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來關心你可不可以 關心我沒好處的 再好一點的事也還有 我的老朋友任少爺 他今晚要陪爸爸去見客 所以他就給了一些東西,益我 好嗎? 戲票? 還是大明星 軟寧玉身上畫那部戲的戲票 怎麼樣?有沒有興趣一起看? 你瘋了嗎? 無緣無故約我看影畫戲 你收起來吧 我看你之前為了九妹的事這麼貧撲 我想你輕鬆一下 任少爺不知道多好 借車子和司機給我 吃得不好浪費 算了,來不來就隨便來 來不來就最多一個人看 如果來的話,記住六點鐘 在山坡路等 你喜歡來就來吧,再見 好,再見 禎哥,出發了沒有? 還沒得住,再等一會兒 來吧 這條西裝人是不是真的任家大少爺 看樣子不像 你看到他坐車過來嗎? 整個佼佼鎮只有他們任家有車 這樣也錯 我們還等什麼?還不做事? 你瘋了,他司機這麼大隻 說不定可以打,先看清楚 那隻鐵嘴雞這麼久還沒到 難道去錯地方? 今天怎麼會死蟻焗? 來這裡,大家等我 我去那邊看一看 好,那你速去速回 好嗎? 各位好漢,你們真是搞錯了 我不是姓任的 你閉嘴好不好?你很煩 你再說話,我把你扔下山 你聽我說,我真的不是任聖天 我只不過是任飛揚的下屬 我叫馬永禎 還有,我沒人沒物 你綁我也沒用 不會有人賺錢贖我 你只會耍心、熬眼睡 是嗎?你現在騙鬼吃豆腐 整個佼佼鎮 都知道只有你姓任的一輛車 我的小子見過你司機載你出車來進 你不是任聖天是誰? 任飛揚這麼年輕嗎?有沒有? 沒有 坐他的輛車就是姓任的那些工人 司機是不是都是姓任? 有道理 就說話 我問他借下車廠行不行? 你撞出聲音 吃雞皮咬住他 總之一句都說了 你老爸有錢贖你,我就放人 你老爸沒錢贖你,你一定閉嘴 你兒子在我手上,若想他平安無事 三天後又下時分 親自帶五千元村口十里亭 如果膽敢報警或不交贖金 準備棺材等收屍? 爸爸,我剛才也問過蘇斯 他說禎哥昨天晚上真的一整晚都沒回蓮家 我看那些綁匪真的抓錯了他 那禎姐現在很危險了 一天最壞都是你 昨天明明是你撐著禎哥的 有什麼理由他被人抓了你都不知道 他之前說他看過朋友來了沒有 我怎麼知道他一去了就不回頭 怎麼知道… 你有什麼事是知道的? 怎麼做個保鏢,你知道嗎? 如果昨天晚上被人抓了的人是我 那怎麼辦? 算了,發生這種事也不想 任老闆,那現在怎麼辦? 對,那些綁匪都是想我的錢而已 我們快點給他屬金 就快點放阿貞出來 對,爸爸 禎哥說了都叫幫我擋了一劍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救他出來 行了…你不要一人一句 我自然有分數 什麼?你不給屬金? 沒錯 是否因為上次輸越那件事 你查出馬永禎和聖天 和他的醫院醫生來騙你 所以你覺得他們這次有古怪? 端猜他還沒這麼大膽 上次他利用聖天 目的就是想留在佼佼鎮 既然目的已經達到了 他這次沒理由再出古惑 既然你這次不懷疑他們 你不給屬金 你不怕那些綁匪真的會撕票? 你放心 待會我會找鎮長和所長商量一下 到時候我會出重荒謀捉拿那些綁匪 你真的不怕那些綁匪會知道? 我就是想他們知道 我任飛揚絕對不會怕他們 綁匪的心態我最清楚了 那麼輕易給他們錢 又不容易吃過一尋味 到時候下一次他們真的會綁走聖天 可能連我也綁起來 那倒是, 只不過… 這是最好的方法 不過我不讓淑金這件事 你千萬不要讓任太太和聖天知道 免得他們擔心 我知道 雙春, 你幹什麼? 今天整天都要神不守舍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昨天約了一個朋友 但最終我沒有去 我不知道那個朋友會不會生氣我 不要緊, 那就下次再約了 不知道有沒有下次呢 對了, 昨天禎說什麼 整晚都沒有回來 整晚?整晚都沒有回來嗎? 對了, 這個不是潤月和關節炎? 什麼?你說那群人不僅抓錯禎哥 還寄了一封打蛋上任家 那現在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 你找那群是什麼人? 標錯心哪有? 你說什麼?什麼標錯心? 標錯誰心? 我們沒聽錯吧? 你說禎哥被人標錯心? 說吧, 是不是要見鬼才肯說? 別吵, 姐姐 是這樣的 我們上次兩個和任聖天鬥爬的單車 輸了給他, 我們當然不憤怒了 不是… 不是打算懲戒他 等著兩學幾個朋友 在旁邊鎮裡找一群流氓幫忙 原本想捉過任聖天 嚇過大餐, 出一口氣而已 是呀 誰知道那群流氓知道 我們要弄過任聖天 他是見財起心 但是不知道, 佼佼, 標錯精哥心 既然標錯心, 還不快點叫他放人? 不行的, 那群不是善男順女 怎會這麼容易聽我們說放人才行? 姐姐, 我們沒想過這件事會弄成這樣 千萬不要報告我們 行, 那你們能否查到 他們抓了貌應徵去哪裡? 不知道, 我覺得要查一查到 那還不快點去? 查…快點 喜伯 來… 怎麼今天這麼早就收舖? 藍藍, 老闆娘叫我們提早收舖 我問她為什麼, 她又沒有回答我們 娘呢? 小少奶奶她剛才拿了櫃桌的錢 急著急跟九妹出去了 連明天貨的錢也拿了 去了哪裡? 不知道, 他們跑得很急 不知道有什麼急事呢? 為什麼要往這裡跑? 難道他們想出城? 姐姐, 跟我玩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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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玩吧 我不用走玩了 姐姐, 我們查到那些流氓躲在哪裡 原來他們的老大 在鎮外面的九頭山 有一間懶屋的 禁哥很可能就是被他們抓到那裡 那我和九妹現在去救人 如果今晚我們還沒回來的話 你就去派出所通知所長 她真的在裡面 即是進去救她? 你們兩個在外面鬼鬼祟祟, 莊莊莊 誰叫你來的? 我們來是跟你商量放人的 九妹, 雙春, 你們來救我嗎? 是啊 你們拿錢來, 那就放人, 錢呢? 我老實告訴你, 你們抓錯人 她不是任聖天 是呀, 她叫馬永禎 是我們的好朋友 我不管她是任聖天也好 馬永禎也好 總之有錢也有人放 沒錢就你休想走出這個門口 不用這麼緊張 大家出來含酒江湖為什麼呢? 是嗎? 大家都是求財而已, 不是求氣 是呀, 這傢伙根本不是任聖天 他在佼佼鎮裡面 沒人沒物, 無親無故 再說, 任飛揚 怎麼會拿錢來贖他才行? 你們說是嗎?是嗎? 是呀, 大哥 是呀 你們別聽這個八婆這麼說 全哥這傢伙沒人沒什麼 你倆來這裡又幹什麼? 大家是江湖義氣子女 最重要是恩怨分明 你們擺明飆錯心 敢肯留他在這裡 對你們也沒好處 豈不是賺錢賣飯? 這樣吧 賣個純粹人情給我 放了他們 聽他說吧, 對你有好處 沒有 沒有? 就當你們兩個人說的說話是真的 我那些天地做了這麼多事 都沒了 這層我明白 那些什麼居馬費、茶水費 一定要付的, 是不是? 開個價錢來吧 好 很合理, 一百元, 給他 一百元?你裝模仿還裝傻 一百元還沒夠我涉牙 我是說一千元 一千元?你給我嗎? 一千元真的貴了一點 大家一場朋友, 收順一點 二百元好不好? 二百元?沒問題 二百元 你有沒有亂來? 我跟你說 這傢伙我本來打算 用來敲任家五千人 現在我就先敲閉著一隻腳 當扣起一千 讓我打閉其他手段 再跟你計算 不要 快去看正面, 走 走 走 加油 小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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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我已經知道了 你知錯就好了, 下次你就不要了 怎麼樣?怎麼煮? 我走不動, 你別管我, 你走吧 不行, 能走多少就多少 我背你, 來, 我來 你吃了十秒鐘, 蠅仔 蠅仔, 我帶你上來 就是我自己 就是想被, 塵托歡喜 就是酸苦劍, 亦要世美 就是分空, 叫我殺氣 路上有你 恨你 呼心着甜美